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场致命大火引发了中国的白纸运动 白纸运动指的是11月26日开始在中国多个城市出现的抗议活动 参加者手持一张白纸表达抗议 追踪政治自由的华盛顿特区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的数据显示 今年中国34个地区近三分之二的地区发生了高举一张白纸的示威活动 这场手举白纸走上街头 替不自由的中国人民发生的抗议行动迅速的延烧到海外 亚洲欧美主要大城市都有人发起声援中国抗争者的行动 11月30日知名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上传日本东京新宿的抗议影片 现场一位女生发表演说字字句句反映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心声 我想要我的手写出我想写的文字而不被抹去 我想要我的嘴巴说出我想说的话而不被捂住 我想我的脑子能够保存记忆 我要我的身体待在我想待的地方而不被带到方舱 不被锁在家里不被捅喉咙 我要能够以自己最舒展的姿态自由的存在世界中 我们要持续的追问小花梅在哪里 乌伊在哪里 彭在州在哪里 正义律师陈光诚贴出的一段视频中 演讲者说道中国因为言论自由的关系 他们只能用一张白纸抗议 我们在享受有言论自由的台湾 我们必须站出来为他们说出哪些他们没有写的 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那些话 美国之音报道说 纽约各大校园里周一晚上举行的活动 可能是该校8964以来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声势最大的集会 11月29号 30号 从美国加拿大到英国的各大院校 在从亚洲 欧洲到澳大利亚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和当地的民众 在本地的中灵馆前 市政厅 城市广场或者是大学的集会场所 相继的举办烛光悼念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美国和欧洲各地 11月29号 30号 大约有将近20多场的抗议活动 11月29号 在美国举办活动的各大院校有 布林斯顿大学 哈佛大学 加大戴维斯分校 加大尔港分校 德州大学 奥斯汀分校 芝加哥大学 佛州州立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等 据中央社的报道 中共政法委微信公众号长安健29号晚发文称 要坚决依法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 坚决依法打击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 确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这被认为是中共当局对白纸运动的表态 对境外势力的指控是中共宣传的一种话语圈套 中共的罪恶不仅仅是表现在煽动颠覆中华民国政权的过程中 勾结了境外势力和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 建立了一个接受境外势力操控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直接利用境外势力的政治观点 民主 自由和人权作为宣传口令 得到人民的支持篡正之后 建立了专制的独裁政权 后来的改革开放 引进外资 加入WTO 中共也从来都离不开所谓的境外势力的帮助和支持 不着一字 尽得风流 从人们手中举起的一张白纸上读出了中共政权犯下的所有滔天罪行 读出了他们全部的恐惧 白纸运动有没有受到境外势力的影响 当然有 首先这场运动表达的形式 手持空白的纸张就来自一个苏联式的笑话 话说当年有人在莫斯科红厂散发空白的传单被克格勃逮捕 被捕者便称 这只是白纸而已 克格勃说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就国际态势而言 当下与33年前的8964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